我叫杜虹 是陆军学院防队第六排面的一名队员 我部队驻地在祖国版图的机关的顶端 我的战友们每天用脚步捍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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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失去了一个优秀的战友 但是呢我们也没有这样的影响 对待工作训练都是一个标准非常高 非常较真的人 这是我感觉是首先他是特别爱的 你有一种人就是有那个信仰 我就觉得杜虹肯定是那个 队长我们巡逻路过你这儿 过来看看你 你放心吧 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 一木合永远跟你在一起 对吧 杜虹生前是内蒙古军区某边防团一连连长 2015年12月30日 他在前往哨所检查途中不幸遇难 献出了年仅31岁的宝贵生命 虽然他离开战友们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 但是一木合的官兵还是常常来到杜虹牺牲的地方悼念他 这位永远牵挂着一木合的英雄连长 此月内地到处是鲜花盛开 满眼翠绿 而在祖国版图雄迹之官的一木合 依然是冰天雪地 为了寻访杜虹所在连队 我们从北京出发 乘飞机到达呼伦贝尔军分区 驻地海拉尔 这里距离一木合 还有700多公里的车程 团长 还有多久啊 前面 现在天黑了 到了两倍 由于倒窄 整个的树被雪压着 你看咱们前方都已经弯的 车根本无法通行 此外这个雪 现在厚度已经达到50公分左右了 咱们那个车没法行进 脱底盘 这个季节是天气变化 最难揣摩的阶段 宝雪把路边的张子松压垮了 倒在狭窄的路上 阻碍了车队行进 两儿障碍清理后 行进的车队再次停了下来 现在这个冰毛它在雪底下 我们根本无法观察 我们车就陷下去了 陷下去之后 再拽车再在林子里边 就相当困难了 情况不明 头车先行 这次勇猛的头车 陷进了积雪凝固后形成的冰陵里 所有战士都过来拯救头车 经过17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 欢迎向东的俄尔古纳河 把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版图隔开 被称为戒河 河的南岸 大西安岭原始森林的尽头 就是杜鸿生前所在连队 伊牧河边防连 伊牧河边防连 素有北疆第一哨之城 驻守在内里的官兵 担负着几百公里国境线的守卫任务 这里是我国境内最寒冷的地方 方圆几百公里无人烟 每年有七个月大学封山 只能靠时段失序的手机信号 与外界联系 从18岁当兵 到标县出色被报送军校 再到毕业之后主动申请调回 杜鸿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这里 他坚守这个伊牧河 一坚守就是11年 这11年 我只想说很难 也很艰辛 团长孙建国是一名戍兵24年的边防通 他曾经建议杜鸿留在内地发展 可一向把他看成良师益友的杜鸿 那一次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毕业的时候 因为他是家里的独生子 也可以选择离家里比较近一点的部队 但是不管别人怎么说 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伊牧河 我想他绝对是把伊牧河当成了自己的家 回到了伊牧河 也就算回家了 回到边防的六年时间里 杜鸿先担任排长 后来又被破格提拔为连长 军事比武 一半科目 杜鸿都能拿冠军 还荣立了个人二等功 在他的带领下 连队被授予模范冰房连 荣誉称号 东方 现在这个河道还能采吗 现在不能采了 已经开化了 还有多久能走到 现在就是已经是 到了是吧 这是一座悬崖峭壁 山顶是哨所 山下流淌的祭河 祭河北边设有俄军哨所 沿着杜鸿的足迹 我们爬到离哨所 还有几米的距离时 现任连长李东风停下脚步 想说点什么 但又欲言优质 今天是零下十几度 我们说最低气温是零下57摄氏度 人在室外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两分钟的时间里面 耳朵鼻子就会冻坏 零下十多度对一抹河已经算高温了 融化的血水渗透进泥土里 脚踩上去又软又滑 给攀岩增加了难度 我们连长就是从这个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个地方是吗 对 滑了山顶 你们是怎么判断它是从这里滑下去的 连长牺牲后第二天 我带人到这里来看它现场 能够很清晰地看到 这里有两条非常明显的雪的痕迹 这么看下去得有二十多米吧 对 这里距离河岸有二十多米 它有几米就到厕所了 第一眼看它的时候 它的脸 它的脸是埋在雪里面的 我们把它翻过来 后脑这一块大概有十几公分 长的一道血口子 后来在抢救的过程当中 我们又发现它的左腿 不够了 豆红牺牲在了戒河边 悬崖下的雪地里 牺牲在2015年 最后一抹残养之中 那么 它当初为什么要选择 这样一条险峻的山路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拾起了一个优秀的战友 但是呢 我们也未有这样的影响 对待工作 训练 都是一个标准非常高 非常较真的人 这是我感觉 首先她是特别爱我 已经有一种人就是 为了信他 我就觉得杜宏肯定是那种 梅兰 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 一木合 永远跟你在一起 起来 军旅人生正在为您播出 杜宏一木合 我永远的牵挂 连队通往哨所的路有两条 一条是通向山顶的临间小路 另一条呢 是沿着界河向上攀爬的枝字形山路 这是杜宏和战士们下山取水 踩出来的一条路 杜宏牺牲那天 走的就是这条路 张力告诉我们 当初杜宏选择走的那条山路 是邵所观察的盲区死角 杜宏把自己扮演成假想敌 检查哨兵能否注意到盲区 平时杜宏经常会从 让人意想不到的 不同的地方突然出现 查岗查哨 战士们早已习惯了 他的工作方式 还有一次突击检查发生在半夜 也是晚上大概有一点多钟 我们两个一起下来给锅炉加煤 但是却把枪放在二楼 班长 他说就听狗叫了一声 我说知道了 我们连长翻过这个二楼的这个 呃 围墙然后进入屋内把枪拿走了 因为我新兵的时候 曾经就被他这样给摸过一次 突击检查哨所是队内管理 杜宏出气不意 打击不法分子 他攻其不备 从不用平常的路数 在哈气成冰的天气 暴风雪的夜里 杜宏照样带着战士们穿越原始森林 巡逻千里冰河 战士们说跟着他这个活地图 就什么都不怕了 十一月份 那时候就是说天气都已经很冷了 就是河面上 这个河面上已经跑很多冰牌了 当时就是执行我们哨所的哨所 只能听到音音乐的就挺的声音 就是非法捕鱼那个挺的声音 就初步判定了 说可能有捕鱼的 杜宏带领了小分队 隐蔽遁守 这一等就是好几天 快到第四天的凌晨三点多 这个不法 这个补鱼这帮人吧 到那地方 107那个地方 他们补充他们油料的时候 我们连长当时拿着手电 喊了一声 站在别动 他们都惊呆了 就是那种 就是惊呆的是什么呢 就是懵了 一掀开在船上面那个塑料 我一看 满满的两串鱼 大约有500斤 这个月份 俄尔古纳河的鱼是最好吃的 一斤细鳞鱼 能卖300多块钱 这500斤鱼 就价值十几万 拿出了 应该有两个块钱左右吧 给我们连长 说求求你放过我们一次吧 我们连长其实当时也挺粗 少给我扯 杜鸿对不法分子无情 但对战友们却充满了柔情 许多新兵下连都不愿到自然条件恶力的一幕和 杜鸿总是用各种方式引导新兵 安心数遍 小车班班长刘希森就有这样的情绪转变过程 去哪个连队都可以 但是我就不去一连 但是新兵下连分配的时候 我却被分到了一连 一直就带着抵触情绪和负面情绪去干工作 去训练 所以每次 然后在训练中还是工作中 我都是倒数第一 其实杜鸿早就了解到 刘希森曾在家乡拿到过多项体育项目的省冠军 他能用自己独到的眼光 看到一个人身上的潜质 给我转了士官 并且后来让我当了班长 心想我再不好好干工作 就对不起连长对我的信任 寻寻善幼的方式 细致入微的关爱 让战士们把连长当成了兄长 把连队当成了家 杜鸿总想把更多的温暖 传递给身边的家人 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包括有些时候 战士们训练回来 说这个鞋带松了 我们连长或者说其他干部也一人身一样的 蹲下去 把这个鞋带给他系上 很多时候 我晚上没事找战士聊天 我说连长给你系鞋带有什么感觉 很多战士跟我这样说 说已经好久没有人给我系过鞋带 我妈 我的妈妈也是 多少年没有给我系过鞋带的 连长给我系鞋带的那一刻 我真的觉得鼻子里有点酸 16岁当兵就来到伊莫河 一直在杜宏身边长大的张力 对连长早就有了像对父母一样的依赖 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离开家的时候 第一次想家 他拉开我 一看我可能掉眼泪了 问我咋了 我说有点想家 他当时动作很简单 拍了个头 下来跟我睡吧 因为 我就从小吧 跟父母在一块的时间也比较短 就那种缺爱 我就下来跟他睡在一个床上 而且我还整了他一晚上的胳膊 躺在他胳膊上睡了一晚了 这么多年来 一直就是说 能得我们这帮战士的拥护也好 或者说那么去 那么的去追随他 这是我感觉 首先他是特别爱我们 而对于远在家乡的亲人 杜宏也总是会用自己的方式 把爱传递给他们 就在牺牲的当天中午 杜宏还与妻子张浅通话 承诺要等到春暖雪荣的时候 带他到北部边陲看一看 看看美丽的俄尔古纳赫 看一看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 看一看白话林里的哨索 可张浅怎么也没有想到 第一次到丈夫守卫的地方 竟然是陪自己的心上人回家 从来没有体会到那种了 就真的是满到骨头里边那种了 当时四点多 他那已经天黑了 我就想着当时他住室的时间 也是那个时间 作为边防军人的杜宏 同样深深爱着自己守卫的那条结合 深爱着自己的连队 杜宏没有走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 默默地注视着他的亲人 和他的战友们 林长 我们巡逻路过你这儿 过来看看你 你放心吧 我们永远跟你在一起 一木合 永远跟你在一起 对 跟着你 留下的足影 我走在边防线 我走在边防线 春满绿草漆漆 破上开满毒卷 看到你的眼睛 在白花树上闪烁 你那年轻的笑容 像从前一样灿烂 在白花树上闪烁 我亲爱的余 我亲爱的余 我才想念你 泪水溜尽 泪水溶尽了 耳空那破烂 泪水溶尽了 耳空那破烂 我亲爱的余 我亲爱的余 你从未走远 每天每夜 与我们守卫着 守卫足过地 变幻 变幻 从军十三年间 杜宏曾有三次机会 离开义木河 可他三次都选择了坚守 杜宏虽然离去了 但戒备在我身前 祖国在我心中 人民在我身后的信念 将永远激励着 一木河的官兵 守护祖国的安宁 与祥和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小了解更多的 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 这登陆中国军事网 关注军类人生 微信公众平台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山河悲痛 济中烈 热泪成河 赢英雄 维和战场上 军人的使命 谱写他生命的绝唱 金戈铁马梦 百步穿阳功 演戏比武中 永远的灵魂 激励他 一路前行 军旅人生 下期为您播出 杨树鹏 我是杨根四脸的兵